从我拿第一块奥运奖牌 到举办北京冬奥会 转眼三十年 我奉献了整个的青春年华 就是为了新军的目标 为了赢 记录短片《赢者无味》 由赵小丁任总导演 中国首位冬奥奖牌 获得着叶乔波 在短片中动情角兽 自己的运动生涯 用偏薄与坚持的信念 共同书写了 他勇敢坚毅的无味人生 我退役以后发现 我的经历能够感染一些青年人 尤其是处于低谷的 徘徊的 甚至想放弃目标和梦想的 这些青年人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某种意义上 比那个我获得了很多很多 什么奖杯奖牌更有价值 两枚女的成绩 让她成为中国首位冬奥奖牌获得者 但从今来在1994年的第17届动奥会上 虽然腿伤严重 但叶乔波还是坚持参加 最终永不同胎 因为每一天你都要经历那些煎熬 甚至是磨难 但是不放弃 因为这个目标对我来说是那么的重要 我甚至在午夜的时候 翻身膝关节疼 我就曾经想过 我干嘛要这样啊 我就哭过 可是第二天一穿上运动服 我完全换了一个人 习惯了这种不断地超越自己 不断地挑战自己 出发前我就想到 我这一生 没有任何一次咬牙听口的机会 我就是把这条腿扔到冰场上 我不要它来都可以 通过我在当年艰苦的环境 然后最后一步步的 一代一代的冰雪人的传承 一直到这级奥运会 我们希望这个片 还有一个传承的概念 刚好落脚点就在古爱玲这块 特别期待这级冬奥会 古爱玲能够在她自己家门口 北京 能够为我们民族争光 实现她的美好的愿望 这次我是想为梦想而赢 为梦想而赢 为体育精神而赢